欢迎来到繁星商学院第46期 日本移民 为什么不推荐投资这样的一栋小楼 在过去的这些客户的咨询当中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朋友 他觉得他有一定的资金量 他到日本来移民 同时想把自己的资产换成日本的资产 然后到日本来买一栋小楼 那么今天实际上就针对这个主题跟大家去聊一聊 首先我 在最开始已经表明了 我是不赞同或者说非常非常不认同这个投资方向的 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讲解之前 还是要请大家加一下我的私人LINE和私人微信 最好是加LINE 因为这个不太靠谱了将来也许 那么每周六 也许是每周六 有的时候可能是隔一周的周六 我们古廷军会有一个分享会 你也可以扫这个码去参加我们古廷军的在线的分享会 如果说你想到日本来投资或者移民的话 好 那么这是开始讲解 那么这些朋友他们喜欢的一栋小楼 一般都是什么样的特征呢 有这么几个 第一首先价格在两亿日元以下 大几百万对吧 一千万人币左右 总户数在十到二十户之间 有的更少 七八户八九户的都有 位置其实一般 土地面积非常小 建筑年龄一般都是在二十年以上 也只有这样的楼你才能在这个价格底下买到是吧 不是这样的条件的话 你这个价格也买不到 并不是说日本的房子便宜 真的像大家所细说的那样都便宜的像白菜一样 也不是 举一个例子 你看这个楼大概是1.6亿日元 对吧 目测六层 土地面你才100平米 127平米左右 15户 就这样的一个楼 容积率也400 也就是四倍 再举个例子 你看这个楼 四层建 然后土地面就是100平米 我的同事帮我举的例子还算是不小的 因为我们见过很多的一栋小楼 就几十平米的土地 很狭长很狭窄 然后上面盖了几层楼 有那么七八户十来户 然后就打出来销售 大概就是在一日元两日元左右这样的感觉 对吧 那它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就是说我为什么想到日本来去投资一个 一栋小楼呢 对吧 首先是它觉得很便宜 几百万人币就能买一栋楼 是不是 有面子 变成楼主了 以前在国内怎么可能几百万人币 你在北京可能就买一套非常一般的房子 对 在中国是实现不了的 基本上 然后它可以终于有了自己一块地 当了这个永久产权的地主了 对吧 各种各样的心态融合在一起 让它选择这样一个投资方向 那么我的态度再次声明我是非常不推荐 这种方式的 我认为这样的资产都不是优质资产 对 那为什么不推荐呢 首先呢 它这个土地是不值钱的 很小嘛 你想几十平米 对吧 而且开口很窄 没有什么门面 这样的土地真的不值钱 对吧 我们做不动产那么多年 知道这样土地不值钱 资产也不保值 很小的规模 真的很难说起到资产保值的作用 而且你这个价格买地角也不会特别好 即便是在市中心 心里面比较落寞的那个地方 或者说在这条街上 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这条街上算是比较没有颜值的仔 对吧 是这样的一栋楼 你说它有什么可保值性 银行也不太认可 对吧 为什么这样楼在购买的时候 很多时候银行都不愿意给贷款 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修缮一般都是20年以上 而且这样小规模的楼 在盖的时候 你指望它去找一个非常像样的建筑公司 给你去建设 像样的设计公司给你去设计 不太现实 因为本身日本人在盖的时候 他这个投资量也不大 对吧 投资额也不大 他也只能找到当地的 非常非常一般的设计师 和非常非常普通的公物店 建筑公司去给你建设 本来质量可能就没那么好 而且在这样的小楼 一般都是个人持有 个人持有的时候 没有管理组合 没有管理组合呢 对于这个楼的修缮 其实完全凭过去的这个房主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决定的 比如这个人他喜欢利索 他什么都想收拾对吧 他可能还把这个楼管理得不错 但如果这个人 他真的拉他一般 那这个楼可能就过去的几十年 没有管理 没有修缮 等到你接手的时候 这些坑都是需要你来去填 那有的朋友说 为什么他能有一栋楼 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主 他为什么不会好好管呢 因为他们的发展比我们要早 而且他不是一个 经常被共产的国家 所以他们的资产都可以传下来 对吧 所以很多的楼都是 二代三代在管理 那一般的时候一代 创一代 还挺像样的 二代就不太行了 三代就更不行了 这样的家庭非常多 所以这样的资产呢 就后来就逐渐变成了 一个非常非常垃圾的状态 对吧 然后租客的质量也很低 你想想你愿意住这样的地方吗 你想一想 日本的老百姓 在选择租房子的时候 什么样的人会选择住 这种规模这么小 没有物业管理 没有清扫 没有一些周边服务的 这样的小楼呢 谁会去住呢 应该是这个社会的底层 才会去住 我倒不是说 看扁这个社会的底层 我只是客观的陈述 这样的楼 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住 对吧 那么这样的一群人在住 你就有可能会面临 他可能没有稳定的收入 他给你欠租 对吧 经常拖拖拉拉 是不是 或者说他在楼里 他也不爱心 他没有必要爱心 你这个楼本来就不打地 他没有爱心的心态 是不是 这个都会带来问题 后边的接盘侠 其实也怎么说 非常难找 当然有一些日本的投资者 他们可以用上高的杠杆 然后非常低的利息 他也会去投一些 类似的这样的楼 但我觉得也就仅仅 适合于这样的日本人去投吧 对不对 而且人家是本地人 出了什么样的事情 自己也好去解决 相关的这些本地的资源 他自己也比较好去调动 然后这种楼 收益也没有什么伸缩性 你想日本的租金 本来就很难提 是吧 当然最近是有一些声音说 新出来的楼 这些大的开发商 要联合起来提高房租了 因为现在建筑的成本都在上升 再不提高房租的话 这个楼盖出来 这个回报率就会惨不忍睹 对吧 那你想一想 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状况 你也许提高那些高质量的 住宅的租金的时候 也许你发一个信给客户 给租客 发给客户 可能有一半的人回复你说 不好意思 我们也不太容易 就别涨了吧 对吧 可能有一半的人 可能就默认了说 涨也行吧 就涨那么点 这样的楼 我跟你讲 你发过去 基本上百分之百是拒绝你的 而且他拒绝你 我相信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法律也是保护他的 收益没有什么伸缩性 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还有欠租的那种行为 发生可能会 所以呢 基于这些逻辑 我之前在推特上 也反复的跟大家讲过 不推荐这种投资方向 很多的这个同行中介 他们都喜欢推荐这种投资方向 对吧 那么社长推荐什么样的方向呢 那如果说你有相同的资金量的话 我这个人对颜值是有要求的 对吧 我希望你投的资产是像你样子的 就你不要去纠结这栋楼是不是我的 是吧 这一层次你的也挺好的呀 是不是 这边上这三间是你的也不错 但是它是一个像样的资产 对不对 颜值既正义 我告诉你啊 你看这栋楼 这是大堂 对吧 这是房间内部 对吧 你看上去就非常像样 你再看这个案例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案例 这一栋楼有80户 对吧 你看这个外表 是不是 你看这个里边 感觉是不是不太一样 你买这种像样的资产 然后呢 它才会真正具有一个资产的 保值的属性 才会被银行认可 将来接盘侠也好找 对吧 而且这个 它的收益也有一种伸缩性 对吧 因为它的用途是比较多样化的 你可以用来做长租 你也可以做民宿 对吧 我们这些楼都是有民宿牌照的 那虽然说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啊 但是 这只是我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推荐方向 如果说对你有帮助 当然是最好的吧 对吧 因为确实 这个金额的投资者 都相当成功了 而且在中国的话 很多时候可能是创一代 做的资产积累 就大家都很自信 对吧 在过去的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面 赚到了钱 然后我现在有能力去移民 把钱投到海外去 然后又有自己一些固有的纠结 我要土地 我要永久产权 我要做楼主 很难说服你 我知道是很难说服你的 希望我的讲解呢 可以帮助你 优化海外的投资 好吧 今天的商学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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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